你看看這一題 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O的話是這個三角形的外形 然後這個三角形是正三角形 然後這個AC跟POP交以低一點 然後現在連接OA 若角VAC70度 這個是70度 AB等AC 這兩個一樣 所以是等腰的 等腰的話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則角ADP的度數多少 APD ADP 它問這個角度是多少 它問這個角度幾度 問這個角度就等於問這個角度 因為這是對頂角 那現在怎麼做 首先這是60度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是60度 好 那我現在只要把這個角度再找出來 答案就算出來了 這怎麼找 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外心 這是外心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這兩邊一樣 這個就是那個外接緣的半徑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因為這是外心 所以你可以做那個外接緣 這是外接緣的圓心 這是圓心角 圓心角 是圓心角 是圓周角兩倍 所以這是140度 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是40度 那又等腰 所以這個角是20度 20度 那再看 這也是等腰 因為它題目告訴我們 這是等腰 那這是70度 那所以這應該幾度 結果 180-70是110 110 除以二多少 55度 所以這整個角是55度 那整個角55度的話 你把它減20度 所以這個角應該幾度 應該是35度 那這個角應該幾度 就180 減掉這兩個角 因為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三角形 三內角180 也就是180度 扣的多少 60度 加35度 這是95度 所以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85度 這應該是85度 就是180-95度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A 1 3 4 4 6 6